快递行业是要变天了吗 有哥们到站点去取快递 好家伙一个人没用 快递员跑路了 有快递小哥说 现在五个里面就有一个词 干嘛去了 转行送外卖了 再来看看快递行业的招聘 京东和菜鸟 可以说算是打起来了 你招人六千 我招两万 你月薪给七八千 我直接给一万五 那有小机灵就要说了 现在去送快递还来得及吗 先别急着送快递 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根据3月1号开始实施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未经用户同意 就把快递放在这个快递柜 或者服务站 情节严重呢 将处以一万元以上 和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啥意思呢 不送货上门 罚款 擅自把快递放一站 罚款 万人踩踏快递 罚款 最高三万呢 当然 这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 是件好事 毕竟这服务质量肯定上去了嘛 但是你知道吗 或许以后你的快递费 也会殷勤地涨价 甚至对于快递小哥 乃至中国的快递行业来说 可能意味着 新一轮的大逃杀 那有人可能会说啊 不就是快递送货上门吗 有这么严重吗 先还一组数据 去年全国快递业务量 达到1320亿件 同比暴涨 百分之19.4% 平均每个人都要收发 90次以上的快递 在这背后啊 就需要无数快递小哥 在大大小小城市的街头巷尾 不停奔步 之前有小哥算过一笔账啊 一个快递能挣一块钱 有的甚至只有五六毛 很显然 送的多就赚的多呀 人把快递放到快递柜或者驿站 接下来跑下个小区 省时省力 一天四五百个 现在呢 挨家挨户送上门 遇到有的小区还得爬楼 费时费力 一天可能有的算200个 如果再想送原来那么多啊 那就只能去加班了 所以啊 现在有很多快递小哥都辞职了 那有小经理又会说 快递公司给涨工资不行了 你问说呀 哪有那么简单 快递行业本身就是一个 利润很低很低的行业 顺丰这样的巨头 就更别提三通一达了 快递本身就是个典型的规模产业 什么意思呢 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大企业可以凭借着规模优势 来抵消新规带来的人工成本上涨 所以你看 京东和菜鸟现在在疯狂招聘 甚至抢人 但办大不大的企业呢 可能就不会了 因为人家利润本来就已经这么低了 还会承担更多的人工成本呢 那怎么办呢 不就只能多问用户收快递费了吗 这利润才能上来 这也能从目前 有些快递公司小购纷纷辞职 而像京东顺丰这类 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中看得出来 但随着新规的不断落实 未来又会怎么样呢 大家不妨说说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